比较没有钱的话 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去挖地下的地铁 而反而都是我们讲的 这个都是在天上跑的 你看得到的那种 相对来讲 它的成本就比较低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介大使 有没有这个 在印度搭乘的经验呢 75%里程 在高架或地面上 还算地铁吗 对 应该 高地铁 高地铁 高空地铁 印度的这个 这个基础建设 建设是差到极点了 是 对 他讲的Bangalore Bangalore它是它的 Bangalore我去过好几次 是它的这个 印度的戏骨 在印度的中部的 他们的印度的戏骨 我们是怎么翻 班加罗 班加罗 我跟你讲 它那个周围 修一圈这个 快速的道路 修了十年都没有办法修好 十年 十年都没有办法修好 你就是说 那品质更不要说了 品质更不要说了 你基本上我曾经 我没有坐过他们的地铁 也没有坐过他们的铁路 因为我们都 我们也没看到 反正就是我们都是包那个 包那个旅行车嘛 就到处跑 那我们曾经去过一段高速公路 是它唯一的一段高速公路 是从新德里到那个 到那个泰基马哈林 它的高速公路 就是说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十字路口的 结果我们上去后没有车 上去没车 没有车 因为它是收费的 一收费的印度人就不开了 所以收费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问题 印度人宁愿去那个乡村道路 它平常的公路上 它那个高速公路是没有人的 就不用付费的产业道路 它愿意开 对 那要付费的高速公路 它就不愿意进过了 对啊 结果我在高速公路上 居然看有人在骑脚踏车 对啊 孟买 加尔戈达 它有一些现代化措施 可是它也有全世界最大的贫民库 印度的贫民库 我跟你讲 真的是人间炼狱 我看过 哇 真的太惨了 那个到处都是贫民库 新德里到处都是贫民库 那个贫民库就一整区 我跟你讲 跟那个蚂蚁窝差不多 好恐怖 你去孟买吧 你看他那个机场旁边的 那个贫民库 就机场旁边 真的就跟那个蚂蚁窝一样 那颜色就土的 那里面真的人间炼狱 所以印度这个国家 是极为发展不平均的国家 你可以好大喜功 好面子去搞一些形象工程 第一个绝对不是普遍的 第二个绝对是问题百出 对 所以他们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这种造的这些桥会断掉啊 然后这些 修一个高架桥 修一个高架道桥桥 两边结果对接不起来 从这边修左边跟右边东西 然后到最后两边接不起来 发觉没有弄好 所以这些事层出不穷 这个国家实在是蛮那个 那这个国家唯一得天赌后就是说 它气候好 它很多的作物都是三收 都是三收 所以这个粮食是非常供应 非常充足的 我们就跟他们谈过 他们最想跟台湾学什么 食品加工 他说他们几乎三成的食物 都几乎没有消费掉就烂掉了 所以当然需要食品加工 他要食品加工 可怜他连这个技术都 他浪费得很厉害 他连这个都没有 所以这么农产品这么多丰富的 还买这些乞丐 是社会问题 并不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 所以这个印度这个国家 问题真的我真的不要无解 上层的人 他的这个自我感觉良好 马上要变比德国还要强了 英国也要被他超越了 有什么意义 那我们马上来做一个 强烈的对比吧 那今天我们刚看到的是 印度方面可能有很多还在追赶 但大陆方面呢 其实这个高铁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跑得快 跑得又多 今年1到6月我们看一个数据 大陆国铁集团完成21亿人次客运量 同比增加了18.4% 暑期旅游旺 所以当然也是增长 那么在2024年你看到 他的这个集团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盈利17亿 已经是等于转亏为盈了 转亏为盈一听 当然就是一个利多好消息 而现在很多的外国政要来到了中国访问 其实都想要坐坐高铁 当然伯恩斯我们知道这位美国的驻华大使很爱搭高铁之外呢 其实今天看到的是这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他到北京了 但是他是从上海 他不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去转机 而是从上海专门搭了高铁抵达北京 就是想要试试 中国的高铁是什么样的感受 来请教蔡委员 中国的高铁已经变成中国的名片 对 全世界最大的高铁王就在中国 全世界最快的高铁王也在中国 因为中国很独特的 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能够跑平均时速300公里以上的叫高铁 不到300公里200公里以上到300的叫动车 如果这个标准我们台湾叫动车 因为我们跑的平均大概是280 所以我们是动车 这个大陆也挺好玩 因为它为什么这种区隔 就是主线叫高铁 然后那个所谓的补助线跑 那个比较地级式的那个叫动车 那这种系统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那现在这个过去大家一直在骂说 哇中国你要高铁赔钱啊对不对 什么钱坑啊黑洞啊网路上也有人嘛 就现在拿出成绩告诉你怎么样 我竟然上半年开始赚钱啊 以后会赚钱 而且收入不是小钱 因为大陆老百姓要改变习惯 从开车或者坐飞机转到全部来搭高铁 因为每一个人有那种坐车习惯 我习惯从哪里拐到哪里 哪里拐到哪里 它现在已经熟悉了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从上海坐到北京啊 很多人可能要到合肥啊 很多人到什么 那以前拐车转车的不太习惯 现在习惯了 所以它就基本上不开车了 所以中国的高速公路 虽然是南南还会塞车啦 那可是搭高铁相对比较安全跟方便 所以造成了它的高铁公司的收入 他们国铁集团的收入啊 每天现金这样一直滚进来啊 因为它也不需要再付出太多现金啊 所以这个所谓现金流早就已经是 进来的多出去的少了 但现在结算结果 因为每天折旧很多嘛 你看什么基础建设 它假设用30年 它每一年要打掉多少折旧啊 可是这个明显的会超过30年啊 所以是赚的 那时候古德雷斯来啊 当然他也想要频频长长歇嘛 对 就像我一样 对我上次回泉州记组 他们告诉我 你就搭飞机到福州啊 我偏偏就从香港搭 搭了好几个小时的高铁到 回到泉州去 我想厂先啊 当然并中而我想看看 大陆高铁是真的没有靠背吗 我找个老半天 别闹了 我找个老半天 让我失望 真的我想要做一个没有靠背的高铁 就让他靠一眼 便寻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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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 很可惜 那这个中国名片 应该会变成一个永久的标杆 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种先天的条件 可以做出这么 或者后天的一个资源 可以做出这么大的高铁 印度做不到 这个美国做不到 连最早有高铁的 德国跟日本也做不到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看你先看你 但是慢点 我看你 你一直找你 好 让我去 睡觉 好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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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